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勤劳智慧的江西人民 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地方民俗风情 也创造了很多独特的传统手工技艺 位于鄱阳湖西岸的庐山市 前身是九江市的星子县 这里自古盛产一种特殊的食材 金星石 当地人用它制成的金星岩 早在宋代以前就已享有圣誉 2006年 金星岩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远方的家事旅组 2015年来到庐山市探访时 听说在庐山市恒塘镇 驼顶山下的宋村 一直传承着彩石制艺的技艺 我们在当地旅游文化学者宋志龙的陪同下 来到恒塘镇 去了解金星岩的独特之处 他领我们来到这里的一座彩石厂 寻访当地金星岩制作技艺的 传承人曹春水 听宋老师说 他正在这里采选石料 曹老师 曹老师你好 有收获吗 有啊 你看 这个就是曹老师 他是一早 早于我们之先就到这来了 就专门找石头 曹春水十几岁时 就开始学习金星岩的制作技艺 至今已有四十多年 这个矿山 整个矿山要找到一块做燕台的石料 不是每块石料都有的 只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这样的 您是专门就找这个金星石来做燕台 曹老师说 金星岩的悬料非常严格 只有最好的金星石 才能做出上等的金星岩 首先他要具备他的功能 就是划墨快 划墨 是吧 划墨好 对 划墨要快 这个就是没有层子的 它是一个毒层 你看这整个一层一层的 对吧 对 毒层的石料才能做燕台 金星石的天然色彩和纹理 变化很丰富 挑选是 不仅要看纹路是否精美 还要看是否有金星 而且石料不能有任何裂缝 那这么难找的石头 您平时就是除了看这些色泽 看纹路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还枪的 听曹老师讲 由于金星石的金属含量比较高 在敲击时会发出清脆的声响 您用的这个是同样的力度吗 一样的 我站在这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你自己想想 就是 我看一下 反正你敲这块石头的时候 我感觉那个声音就很远 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敲这一块石头的时候 我站这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声音 直击耳骨 那个里面耳膜的那个感觉 就真的是非常的 你要把它选起来就更清脆了 对 你选起来一点 对吧 采矿悬料 是制作金星宴的首要环节 为了找到优质食材 人们要付出很多辛劳 有时还会在矿山下 深挖上几十米进行踩食 这些并不是金星是吗 不是 这不是 这是表面一点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金星的真伪 太难选择了 太难看了 哎呦 哎呀 曹老师 曹老师你们真不容易 在外面啊 每个石头有几十星了 是 如果要是 想看一下这个反面的话 翻一下石头都很累 我们在石堆上寻找了很久 但找到的几块石料 经曹老师鉴定都不合格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找石头 觉得跟大海捞针也差不多了 也不是很容易 就是这样 是 这么大的巨石 一是拿不回去 二它也未必适合做宴台 看上去好像满地都是宝贝 整个都行 但是牛不知道从何找起 找出来很多其实都是不合格的 一车石料啊 大概也能硬上的 也就是三分之一 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石料啊 是很难选的 它有很大的难度 听曹老师讲 采选石料是第一步 之后还有整形纸批 雕刻打磨等很多道工序 离开矿场 我们跟随曹老师 静止来到他位于市区的家里 你好 我爱你啊 我儿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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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客厅 看到这里摆满了各式各样 大大小小很多方言态 听曹老师讲 金星眼 自古就是文人默克 非常喜爱的文房四宝之一 它细腻耐磨 温润整洁 色彩和纹理自然美观 现在我们这些业呢 比以前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实用品 也是一个工艺品 也是一个工艺品 不是一个修赃品 眼前这一方方艳台上 雕刻着龙凤花鸟等精美的造型图案 风格古朴大方 听曹老师讲 当年宋徽宗南巡使曾到过庐山 见到金星眼后赞不绝口 他大笔一挥 写下艳中之魁四个字 并将金星眼封为国眼 这两代人的风格差别也太大了 一边是以这种装饰 然后多层次 可以说这个拥有华贵为美 然后到你这边以后 好像感觉特别的吸刀如金 少刻意刀都是好的 是你偷懒吗 因为通过我在外面学习以后 为了提升现代的审美意识 所以进行了一些 对现代文样的设计以后 再进行制作的一些 比较看似简单 但更有韵味的一些 曹成从小受父亲影响 对金星眼的制作记忆 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有一点特别好奇的是 就是真正用艳的人 接受了这种风格吗 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我本身就是说 不但是家里是做艳台的 而且我本身也是学绘画 也学过 你也是用艳台的人 对 我就是用艳台的人 受家庭熏陶 曹成自有喜欢绘画 2008年 他考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习山水画创作 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位 青年山水画家 旁边的这个肯定是 曹老师的传统作品 瞧这两个荷叶的风格 在艳台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一个是这种传统的浮雕式的 然后这个呢 是非常现代简约的 抽象一点的 体现出来的意境是完全不一样 对 意境完全不一样 意境完全不一样 这两款我绝对选这一款 我觉得这一款非常的好 曹老师不生气吧 我喜欢这一款的简约 而且意境更 觉得更丰富一些 反正市场上来说 这个价位是 最少是十倍 这个是这个的十倍 您会觉得心里面 稍微有点不平衡吗 您看这个雕工这么少 然后您费这么长时间 雕那么复杂 最后价格只有十分之一 那是这样的 像这样一块厌室 最主要是天然纹理 再就是它的缩计 按照这个纹理 能够掐露几分地 就是配合得很好 这个价位是在这里 价值在这里 听曹老师讲 相传第一方金星眼 出自东锦著名文学家 陶渊明之首 北宋史 著名书法家米福 所编算的厌室中 也有关于金星眼的记载 看过做工精美的金星眼 曹老师带我们来到楼顶 这里是他的工作间 您平时就是在这工作 所有的程序 都是在这完成吗 对 最后玩工具在这个地方 这么多的刀 都是用来课研台的 对 这是主要工具 曹老师换了衣服 准备为我们展示一下 他的雕刻记忆 曹老师现在课研台 还是得靠人工是吗 没有机械能完成的 现在是这样的 一般打粗皮 还是可以来继续做 最后完工的 最后那个比较细腻的地方 还是要有手工 金星眼现在更多是作为工艺品 而制作工艺也更加精细 每一方宴台都要经过精雕细琢 听曹老师讲 金星眼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 至少要用20多天 才能制作出一方宴台 在当今的社会 别说用雕台了 就是写字的机会都很少 我们都是用电脑键盘 敲字来取代了很多情况下 用笔 更别说用墨了 您觉得在这个时期 花这么多心血放在雕台上 还有这个价值和必要吗 曹老师不希望已经传承千年的正门手艺 就此失传 他希望有更多人关注金星眼 从工作间出来 我们跟曹老师来到三楼的书房 这个就是你平时的画室是吗 那我们今天在这来试验这个雁台 最恰当不过了 书桌上摆着一方雁台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 金星眼的独特之处 曹成拿了一根墨条 在雁台上细细地研磨起来 听曹成说 在炎热夏季 雁台上的墨汁不会干涸 而沿冬时墨汁也不会结冰 今天我给你当书筒吧 来 我来墨一下 其实我是想感受一下 对 这个墨条 哇 跟雁台之间的关系 你们一定不会相信 现在这个墨条在我手上 在雁台上这样磨的过程中 我觉得它就像在滑冰一样 就非常的滑 非常的自由 对 听曹老师说 一方好的雁台 会细腻滋润 容易发墨 并且墨汁细润无渣 就是像这个石质比较好的话 我们一般人看不出门道怎么办呢 你也可以试一下 如果好的石质 因为它含性比较大 然后在上面喝口气 它会形成像一层薄薄的雾气 听曹成讲 金星燕还有一个独特之处 就是哈气成物 第一次离雁台这么近 人家还以为我要吃雁台呢 还真的 手印起出来了 哦 清楚的 这个纹理全部都在上面 手纹 哈气成物是说 在没有水时 向雁台上哈一口气 便会生出卤珠 能磨磨写字 为了展现金星燕的实用效果 曹成拿起笔 开始画一幅水墨画 水墨画 靠水和墨来完成 水墨相调 能出现干湿浓淡的层次 再和宣纸相容 产生渗透效果 而艳叹的好坏 也直接会影响到绘画效果 不一会儿功夫 一幅颇有意境的水墨画 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觉得这个山上 非常干涩的这些山纹 同时呢 山剑当中流淌的那种 非常湿润的雾气 其实都是通过 你的这个笔触 给画出来的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燕台 好像就是人的一位师长一样 他在我们读书 写字 画画的时候 一直默默地在一旁陪着你 然后在 默默的过程中 一点一点地消耗自己 一点一点地变钱 但是却换来了 这个燕台的主人 甚至这个家族几代人的成长